好 这上月还告诉我们的目前台风的外围环流已经开始影响我们了 而且康瑞会以巅峰之姿来登陆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到啊 目前东森新闻团队到了花莲的风雨最前线 我们的记者赵益杰王国林现在在花莲现场 那么目前当地的阵风已经来到12级了 而且雨势越晚越明显 所以呢我们掌握到苏花路段呢 包括了苏澳崇德路段 晚间9点过后指出不进 目前在花莲最新状况时间交给一杰 好 主播马上带大家来掌握在花莲的最新情况 现在可以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虽然说呢我们在风势上感受上呢 最大阵风来到11级 雨势也是间接性的雨势 但是您看到其实在后方现在就有警车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花莲的苏花路廊 这个部分呢将会进行预警性的风路 而且风路呢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晚间9点过后呢 现在的车辆是只出不进的 所以您看到呢其实现在的线道呢 原本从两线道变成了一线道 那车辆只可以出去不可以再进来 那晚上11点过后呢 整个路面都会进行预警性的风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宁华这个地区呢 待会晚间的时候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豪雨出现 尤其崇德路段呢 它再往后再往北呢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火车站 那还有呢就是山区的落石等等的情况 所以您看到呢现在的这个高工局 他们是决定要在这边预警性的风路 而现在的路况如何呢 其实您看到其实基本上呢 现在通过这一个路段的车呢 基本上都只有大型的沙石车 或是来往花莲宜兰等等的民众才会来通过的 那待会晚上11点的时候呢 旁边的那个黄色栅栏它也会封起来 所以整个路面呢基本上是不能进出的 那您现在感受到呢 其实现在雨是慢慢在下下来的 而且预估呢在花莲地区最大的豪雨 在山区的话可能来到400到600毫米 也就是说就会有致灾性的豪雨 而且是呢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在花莲 继续帮大家观察 而雨是呢在晚上9点的时候才开始下 所以待会呢其实越往里面走路况 其实是会越差的 所以晚上11点的时候 整个路面就会进行封路的情况 而在9点到11点间呢 民众要把握时间 因为这个路段呢只出不进 以上是在花莲虫德掌握到的今天消息 再把镜头交换棚内